世尊当年在世 生活的方式是脱波 脱波 总不要叫给人家添麻烦 实在书 世尊一生 都不愿意给别人添一丝毫的麻烦 我们在经上看到 一切随便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随脱波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所以人家给肉就吃肉 给什么吃什么 这不是提倡肉食 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不必叫人家单独给出家人做素食 天一层麻烦 是这么个道理 在《冷协经》里头 全人素食 中国梁吾蒂 读到这个经文 深受感动 他自己 就吃肠斋了 吃肠素 他是佛门的大护法 被佛教 全心全力的护持 他自己吃肠素 殉寻到出家人 也应该吃肠素 中国佛教吃素 梁吾蒂 提倡 这个提倡正确的 随身佛陀的教会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全世界的佛教 只有中国佛教吃素 其他的这个佛教 都没有素 这是随顺佛的教界 我们要能够体会到 再小的动物 跟一个人完全一样 他不信轮回 得这么一个神像 我们决定不能看他 弱小欺负他 那是决定的错 杜杰黎明 说得很清楚 不但他有灵心 他也有佛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